凶凶火蛇伴隨濃濃黑煙 不斷從透天民宅竄出 消防員出動雲梯車布水線搶救 火勢越來越大 在家裡的時候就已經有聞到 非常臭非常重的味道 有人挺求救的嗎 完全沒有 火警當下三名受困二樓的男性 立即被救出 但現場溫度太高 反而讓當時兩名在裡面 救人的消防員出現不舒服 外頭人員用電鋸 鋸開二樓鐵窗救出消防員 被救下的消防員意識清楚 趕緊沖水降溫送醫救治 遮動濕火透天民宅 位於高雄前津區 知名百貨旁的一間酒吧 二十九號中午十二點多 串出濃煙大火金凍附近住戶 警消初步研判疑似一樓堆放雜物 引起火警 這房子是您的是不是 租的 初步研判是一樓包廂 燒一些雜物還有家具 三名是他們的住戶 當時火蛇農煙往上串 波及一樓以上出租套房住戶 受困住戶及時救出沒人受傷 火屍在一個多小時被撲滅 詳細起火原因 僅消持續釐清 華視新聞農號北林柏睿高雄報導